Hello 知识你好 我今天呢 就是我们之前说好关于这个态度的思想 跟大概可以如何去破解 那这一方面呢 我今天就比较仔细聊一下 上次呢我时间比较充促 所以呢就只大概分享了一些呢 我从小受到态度思想洗脑的那方面的内容 那那个内容虽然看似好像平淡无奇 可是呢其实里面暗藏了很多破解这个态度思想的秘密 那么至少我自己呢受那一套态度思想教育长大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变成态度分子呢 这好像呢就是我生长在一个充满态度病毒的那种毒窟 可是我没有染病 那大概可以理解为就是我好像自己已经有一些抗体 大概是这种感觉 所以呢我很想要分享就是我的这些观察体会啦 跟我的一些思路 就是这些可能呢都是 我可以去对抗态度思想 让我免疫的这种抗体 所以呢就是希望这些分享呢 让今后就是如果想要对抗态度那些朋友会有一点帮助 我们上次的已经说到就是其实台独的思想内容啊 其实很早就有了 就是最早最早都是在一些本省人家庭里面家庭教育 天天就给小孩子洗脑 那洗脑的内容就是那些很丑陋的一些故事 让你去可怜你自己啊 我很可怜 然后让你心生不平啊 然后让你去恨 那这些具体的故事内容上期我讲了一点点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 但是以后如果有兴趣 我也可以再多讲一点 这类的故事真的是很多很多 那等到我长大一点啊 到了学校呢 中学大学以后啊 那我就开始注意到说 哎 这些抗独的思想教育啊 一定是有什么地下组织在宣传操作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比如说我的同学们 如果家里也是支持抗独的 那我们聊起来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听到的故事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你爸妈讲的故事 跟我家里长辈跟我讲的故事 完全一模一样的呢 难道你爸妈认识我家长辈吗 还是我们两家是什么远方亲戚吗 当然都不是啊 这些故事就是我们双方的家长 甚至根本都没有经历过 是很久远的故事 是怎么听来的 而且听了还是一模一样的版本 那显然呢 就是都是设计好的一些宣传 那我就会有疑问啊 那都是谁呢 谁在做这些背后的宣传呢 那为什么要这样宣传呢 那其实最早最早 其实就不得不说到最早 台湾的这块土地上 最早最早开始仇恨 外省人跟国民党的历史的事件 就是228 那228的故事呢 大家如果有兴趣 我们另外分一期来讲 因为内容真的很多 但简单来说就是 本省人屠杀外省人的这种 全台暴动事件 那如果你听说的228 不是一个屠杀外省人的 全台暴动事件 那我可以跟你说 你听了就不是正确的版本 真正的真相 就是本省人屠杀外省人的暴动 这才是事实 可以去看一部电影 叫做悲情城市 那里面有一个片段 就是梁朝伟在火车上 差点被杀的那个片段 就是228 那我家的亲戚 甚至有真实的经历过 所以有很多那种态度的 如果你只是听来的 那我跟你说 我家人是有亲身经历的 那个就是一个屠杀外省人的事件 但是那是为什么 谁要来屠杀这些 要在台湾屠杀这些外省人 当初是有两股势力 一个是台共党 就是谢雪红的二七部队 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是主角 他们只是起来响应 那真正先期228的是日本的浪人 当时呢 国民党刚接收台湾 那台湾还有很多 还没有回到日本的日本浪人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战败 也不甘心让国民党接收台湾 回归中国 所以呢 就鼓动台湾人仇恨 来仇杀当时来接收台湾的 中国的官员 就是那个国民党 所以当时也捏造了很多 中国官员啊 在台湾怎么腐败啊 怎么欺负老百姓 那些都是伪造的故事 也有很多宣传说 啊日本啊 就是在台湾呢 说把台湾治理的多好啊 之类的内容 那这些都是当时鼓动228事件的这些故事的内容呢 其实都在后来的台独教育里面都就是流传 所以说其实台独的思想里面 对外省人跟国民党这些仇恨啊 跟对日本的美化 最早最早最早的源头 其实就是228 而且至少呢 就是很多的养分是从那边吸取过来的 所以呢是这样你就很没理解 为什么台独思想啊 的核心 其实就是仇恨中国人 仇恨外省人 仇恨国民党 然后觉得自己是日本皇民啊 等等的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从228就传到现在了 所以从原本呢 就是仇恨中国人的这些日本浪人 那边呢 这些思想又传到了 想要推翻国民党 自己登上大威的那些民进党的手中 这是同一套思想 而且他们对付的是同一群人 就是国民党 就是从中国来的中国人 他们也都很聪明 就是他们主要针对的是闽南族群 因为闽南族群的人数最多 那确实就是闽南族群在台湾比例是最高 即使在我小的时候呢 也超过了80% 确体数字多少我忘记了 但确实是超过80% 所以当时台独一直灌输仇恨外省人的思想 其实也是打这个如意算盘 就是他们觉得说 只要有全部的闽南人联合起来呢 那一旦呢 比如说总统民选直选投票的时候 一定很轻易就把国民党打败了 这个人口比例这种策略的这种算计 自千真万确 因为我小时候听我们台独长辈就是这样讲 他们就是这样的 他说啊 我们当时人这么多 那80%我们一定投票一定投赢 但是后来呢 真正开放民选之后呢 民进党很长一段时间了 都只有30%40% 过不了40% 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 还是没有办法打败国民党 然后那时候才渐渐开始出现一些反思的声音 就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审计情节的操作不那么有效呢 其实呢 这个就像当时就算是这个陈水扁 他当选总统的时候其实也只有39%的得票率哦 那是因为国民党分裂 所以陈水扁才当选 但是他也是他也是少数 对 这个审计情节的操作啊 就是真正不这么成功 其实背后原因就是 当时台湾的真实情况 其实是 其实外省一点都没有瞧不起本省人 最好的证据就是 其实当时外省人已经是大规模跟其他族群通婚的状态 所以如果 比如说啦 如果一个族群或是一个种族 他在真正很有优越感 瞧不起其他种族或族群的时候 是不会去跟外族通婚的 就像现在在美国也很少 你很少看到黑白配的婚姻 那像当初在台湾的日本人 其实也没有跟台湾人通婚 但是呢 这些大批的中国人外省人来到台湾之后呢 他们很普遍的嫁娶 闽南人啦 客家人啦 甚至原住民 比比皆是 尤其是原住民是特别的明显 你很容易会发现 很认同国民党 或认同中国大陆的这些原住民的比例很高 比如说像歌手啊 阿妹啊 阿令啊 像那个宋少卿 他也是外省跟原住民的混选 因为呢 对这些原住民族群来说 以前呢 高山原住民他们几乎不跟汉族通婚的 因为平地人呢 瞧不起他们 早期来台湾的这些闽南族群呢 从来就没有接纳过这些高山原住民 日本人来台湾的时候也没有接纳他们 那原住民被平地人真正接纳平等对待的经验呢 只有当二战过后 中国国民党接受台湾外省人来台湾的时候才给过他们 这种被平等对待接纳的经验跟他们通婚 跟他们融合 所以呢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原住民的族群普遍是偏蓝 那这也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民进党在花东选举从来就没有赢过 因为他们的经验就是这样 真正接纳他们的就只有当初二战 结束从台湾 从大陆来台湾的这一批中国人外省人 那相同的情况 所以很多当时很多外省人 他们已经跟闽南家庭通婚了 所以那些已经跟外省人通婚的闽南家庭 他们就不会再相信什么神迹啊 什么仇恨啊 神迹情节那一套 所以呢 当时这些悲情再怎么操作 民进党都过不了40% 所以他们也是 民进党也是后来观察到这种现象 才渐渐的改变路线 就不再那么操弄神迹情节了 然后就就把它转转变路线 说啊我们是要追求什么民主自由的价值等等的 这个路线的转变呢 才开始慢慢吸引更多人来支持台独 包括一些比较浅绿跟浅蓝的 那虽然这种后期这种路线的转变 就是现在大部分人所熟知的台独路线 说的都是民主自由的价值 但是呢 其实仇恨外神 中国人那一套思想并没有消失 他只是更很巧妙的把它转换了 其实也不能说转换 就是回到228的那个原型 就是仇恨中国人 吹捧殖民时代 然后否认自己的华人的血统 为什么是这样的转换呢 因为呢 二战之后 国民党接收台湾的那个时候 其实是台湾人 第一次真正遇到中国来的同胞 所以就是大规模的遇到所谓的同胞 那所以呢 如果当时国民党越烂越糟糕 就等于呢 在讲对岸的中国人越烂越糟糕 所以就是 因为国民党就是从 就是由中国来的外省来组成的 所以当初这些民进党 他在操弄仇恨外省 其实不是只是仇恨外省 其实就是在仇恨国民党 而且也不是只是在仇恨国民党 同时其实就是在仇恨中国大陆仇恨中国人 这些是都是很等事 这是三位一体的 所以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大陆人听起来可能分不出来 所以听起来可能很吊诡 但真实的情况就是 如果你们越宣传国民党的不好 其实就是助长台独的气焰 就是诚实 诚实的说 其实我小时候听到了很多 什么国民党不好的这些故事 很多还是从大陆的宣传来 就是这些台独长辈 跟我们 那时候他们不讨厌共产党 而且他们会用很多共产党 骂国民党的那些宣传 然后来来当作说 你看国民党就是这么烂 这些背景知识 所以啊就是 现在反过来 就是如果 像大陆朋友 如果你们 你们真的想要打击态度 你们千万不能有一种心态 就是 如果你只想吹捧共产党 然后你 你觉得国民党做得很烂 想要贬低国民党 这样其实反而是不行 这样会掉入 民进党跟你挖好的坑 因为你必须要知道 在这些台独分子的眼里 其实国民党跟共产党 都是中国人 所以当 国共这样 双方中国人互相互接苍疤的时候 是民进党最快乐的时候 所以千万不要讲 这真的是心痛愁快 那其实讲到这边 就是 大概就比较清楚 就是 所谓的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 真的只是台独的 包装纸 漂亮的包装纸而已 其实很多真正在 就是他们根本 他们只是真的不care 什么民主自由 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既不民主 也不自由 他们真实的内容 其实就是 仇恨中国人 那两个结合起来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所认识的台独 就是一边说 自由民主价值 然后 然后心里真实的东西 都是仇恨中国人 接下来我就想去 分享一下就是 大概我们要怎么样 去破解这个状况呢 其实啊 台独思想真的是有软肋 就是像 我上一集讲 这些 这些故事 这些仇恨教育里面 讲的那些故事 其实都是瞎白 都是捏造的 都不是事实 其实某方面来说 这也是 这也是台独的软肋 因为你是一个 瞎白的故事 到头来 其实很容易被戳破的 背离这个事实的 这些教育啊 最终 当你戳破的时候 大家就很容易发现 这真的就都只是洗脑 很多人说台独分子 是井底之物啊 那 我的感觉 我跟你说 真的 真的是那种感觉 就是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非常同情这些人 因为 他们呢 就像是被 民进党 关在一个 黑黑暗暗的房间里面 然后天天去喂食 这些洗脑的 负面的宣传 然后觉得 外面都是魔鬼 然后自己就活在一个小小的阴暗的角落 心里都充满了这些怨恨啊 不平 就是其实也蛮可怜的 但是呢 回过头来 就是他们被喂食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但事实的真相呢 是什么 就是其实 他们所仇恨的这些外省人啊 国民党 或是现在的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对他们有这么坏吗 没有啊 真的是没有 没有 没有不止 没有这么坏 反而呢 其实大家一直都对他们是蛮充满善意跟同胞爱的 我 我忍不住 我来说一个小故事 因为 我小的时候 生长的环境 还有一些 因缘忌讳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 长大的过程当中 除了听很多台独长辈讲很多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之外呢 我其实也有机会 我接触到了很多外省老兵 就是那些跟蒋介石来台湾的第一代的老兵 那当然我认识他们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比较老了 但是就是一些因缘机会让我可以真实的去看到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人 还有他们朴实的这些生活的样貌 比如说他们很多人在台湾 其实一辈子都没有结婚 因为他们离开大陆的时候呢 很多都已经定亲了 就是十几二十岁 刚刚有新婚妻子这样 所以这些单身的老兵 其实在台湾呢 很多他们就住在国营事业的宿舍啊 或是类似荣民之家这种地方 那在他们的宿舍里面生活真的非常非常的 非常简单 非常的简朴 那我小的时候就是看到他们几乎每一个人啊 都非常的简单 是一个钢杯 一个脸盆 然后比如说两三件衣服轮流穿 那房间里面是非常的干净整齐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说这个人几乎是没什么物质欲望 而且他们又住在宿舍里面啊 供吃供住 所以其实他们领的薪水啊 几乎都没有花 都存起来 所以等到他们老的时候都是一大笔存款 那这些存款呢 开放之后很多啊 他们就回老家去大陆给家人买些冰箱啊 电视机 那还有很多人回去之后呢 发现呢 其实他们也没有家人了 所以他们还是回台湾 终老 但是呢 因为他们也没有后代 所以这些存的钱呢 他们都有遗嘱 就是捐回去给国家 捐给当地的学校 或是捐给慈善机构之类的 就是他们一辈子的积蓄 最后他们都没有花 都是捐出来了 而且呢 还不止是他们毕生的积蓄 捐给国家 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是在国防医学院念书的时候 他就直接跟我说 他说他们在医学院做大体解剖的时候 很多都是一些老兵 捐的遗体 那这些老兵呢 就是因为他也没有后代 所以他就是连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资产 就是他的肉身 他也捐出来给学校做教学 给台湾的学生 一刀一刀的去解剖 其实这些东西 真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也很感慨 他们这些老兵一辈子 在大陆呢 赌上自己的生命去八年抗战 为什么 因为他们爱这个国家 爱这个民族 那他们在台湾 一辈子勤勤恳恳的劳动 赚了钱几乎没有用在自己的身上 那一辈子的积蓄都捐回去给国家 为什么 他们把遗体捐出来给学校 给学生动刀 为什么 这都是因为他们爱这个国家 爱这个民族 对他们来说 台湾这个岛 台湾岛上的人民 也都是他们爱的这个国家民族的一部分 是一份子 他们也很爱着他们生活的台湾的这片土地 不好意思 我真的有一点 有点 难过 因为我每次想到这些 我都觉得 他们这群人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真的 不好意思 有点哽咽 我每次想到他们 我都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这些第一代的外甥人 他们来到台湾 而且不是一个两个 他们是一群人 他们一辈子都奉献给台湾 我看他们真的是像天使一样 充满大爱的一群人 给台湾满满的爱 可是呢 这群台独分子 他们内心 你既然黑暗到 你感受不到 所以我觉得台独分子 你们这群人可不可怜 我真的是 我每次想到这 我都觉得 好吧 所以其实我也很能够理解 就是 每次大陆同学 跟我说起台独 就会觉得 我们已经给了这么多会台政策 那台独为什么还这么仇视大陆 这种受伤的情形 心情我真的都很可以体会 因为那种就是 我是拿一颗火热热的真心来对你 那你竟然这么糟蹋我的付出 你还这么的不屑一顾 然后你还反过来说 我是怎么的迫害你 这些真的是很伤心 这是很寒心 所以 大陆朋友说 就是你们现在从台独分子 现在身上感受到了 其实就是这几十年来 在台湾的这些外省人 国民党人 跟国民党的支持者 在台湾所经历到的感受 真的是一模一样的 就几十年来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 虽然说 这个事情的真相 就是当初的外省人 跟国民党 没有这么不堪 现在的中国大陆 政府跟人民 也没有这么贫穷落后 而且 无论是当初的外省人 国民党 还是现在的 中国大陆的人民 都是很把台湾人 当自己的同胞 但是台独分子呢 台独分子 他们所宣传的那些 其他其实都不存在 我们都是对你很好 但是呢 你会发现 你跟他们说这些 就算是事实 他们也都是听不到 也是看不到 因为呢 这些 虽然是事实 但是都只是 治标不治本 真正的根本呢 其实就是要回到 228那个时候 当时的宣传的内容 就是他们都说 台湾人也是日本人 你看在战前 你们就是日本人 然后日本呢 把台湾治理了 多好多好啊 然后中国人来台湾 反而你看都是 欺负台湾人啊 中国人没有很认真 治理台湾 这一套 228当时所宣传的内容 才是他们真正的心病 所以要破除台独 思想的方式 其实就是要推翻 当时228这个思想的设定 我们就是要去呈现 日本人 当时在台湾 知名台湾的时候 是怎么样欺压台湾人民 这个真实的历史的事件 那也要去宣传国民党来台湾之后 对台湾的贡献跟攻击 这样才可以去凸显 台湾人民在相较来说 在日本的时代 是多么的不堪的对待 跟怎么样被压榨那种贫穷 让台独那些人的悲情 你用这个日治时代的悲惨的这个事实的真相 把他们引导回正确的方向 就是这个悲情是真实存在 但是是谁真正在欺负台湾人 让台湾人这么可怜呢 你心里是觉得你很可怜 但到底是谁在欺负你呢 不是从中国来的人 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外省 也不是现在的中国大陆人 而就是当时二战前的日本人 那如果能够还原在二战结束后 台湾归还给中国的那个时间点 当时的中国的政府 当时是国民党 真的是很把台湾人民当同胞 对台湾的用心建设 也是真心的造福台湾人民 才能够去凸显 台湾人民确实是在回归中国国民党 那个时候是国民党 之后才真正被平等对待 就可以比较出来 这个血浓与水 把你当同胞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也才能够回过头来 重新去认同他们 自己是华人的这个身份认同 但是呢 事实上这还是很难 我觉得很需要时间 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方法 不只是现在可以这么做 我觉得以后两岸统一 也一定还要这么做 就是要大量的去呈现台湾 在日本殖民时代 各种悲惨的事实 比如说日本人当时 在镇压台湾的时候 也是屠村的 整个村是灭掉的 这些悲惨的事实 都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但是光是这样子 其实也是不够的 其实还是要对照 国民党来台湾之后 给台湾人民带来各方面的提升 这也是无可否认 比如说后来的台湾是亚洲 是小龙 经济发展得很好 人民的生活 各方面的提升等等的 你是要这样两相对照 如果你不去讲 国民党对台湾的好 还是会有那种 那种心态就是 就算日本人种种的不好呀 可是中国人也没有 很把我们当同胞 也没有对我们很好 那种情绪还是会在 这很吊诡 但是替国民党说好话 是有必要的 还有就是 就算是以后两岸统一 要认同国民党 对台湾的贡献 这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你可以去凝聚到外省族群的向心力 毕竟这些在台湾的外省族群 他们也是原本就是认定自己是中国人 只是他当初是跟蒋介石到台湾来 所以还是要去包容这群人 讲到这里 其实我也很想跟台湾的外省人 外省族群喊话 如果你是外省人 如果你的父母是外省人 就请不要再跟着民进党喊什么爱台湾 请不要再说你是台湾人 不是中国人这种话 就请你不要再说了 因为呢 如果这些土生土长的本省人民男人 台湾人真的接纳你的话 根本就不需要你来宣示你爱不爱台湾 不需要问你是不是台湾人 也不需要你去否认你真实的出身 如果这个土地真的接纳你 如果这土地上的人们真的接纳你 应该可以接纳完整的你 你爷爷是哪里人 你就是哪里人 你应该可以大大方方的说 你是山东人啊 你是江苏人啊 你是四川人 你不需要到哪里都说你是台湾人 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这样完整的接纳 那你又何必跟着民进党去邀请呐喊呢 这是我对台湾的外省族群的喊话 因为我从小受到了思想教育 然后我看到就是外省人 其实并不了解这些操作 跟着民进党走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痛心 你们其实不需要这样子 好吧 那我就以上分享到这边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帮助 下次再聊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